正如大众所知 能够在NBA站稳脚跟的球星 就已经是经过层层选拔 万里挑一的篮球奇才 而能够在NBA中独立风操 成为真正的巨星 不仅需要先天的篮球天赋 后天的刻苦训练 也是必不可少 当然训练也并非越对越好 而是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就像如果库里王死里增加力量 也不可能在篮下单打奥尼尔 所以说NBA球星都有自己独特的训练技巧 而这种训练都是跟他们身体技能 等综合技术相符合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NBA顶级球星的十大高效训练法 第十位 林书豪 蒙眼训练球感 林书豪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 首先要归功于他父亲林杰明的悉心培养 林杰明为了培养儿子对篮球的兴趣 采取了多种创新的训练方法 并亲自指导他的篮球训练 每周三次 晚上八点半开始 每次九十分钟 无论风雨 尽管林书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 但他在篮球训练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心得 他注重培养林书豪的球场意识 并通过各种方式打磨他的篮球技术 比如蒙眼接球 勾手投篮 在压力下运球等 此外他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训练方法 让林书豪口含汤食 汤食上放一个鸡蛋 边运球边保持平衡 这种训练在任何外界干扰情况下 都要求他保持鸡蛋不滚出 即使受到泼水或砸鸡蛋的干扰 也不能出错 简直就是魔鬼训练 第九位 凯里·厄文 负重运球训练 作为NBA最顶级的控球大师 厄文拥有一项独门运球的训练法 源自他父亲的智慧 这项训练法是将篮球装入塑料袋中 由袋子的包裹球的弹性会减弱 从而增加掌控难度 对球感和注意力的要求更高 在效力于骑士期间 记者曾拍到厄文加练运球的照片 仔细观看照片就可以看到厄文 戴着厚厚的负重手套 这种手套的手掌部分设计光滑 主要是为了减少摩擦力 减少运球难度 而手背处则增添了铁杀 用于附助训练 可以锻炼手部和手臂肌肉力量 快速提高球性 这种手套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练运球神器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以华丽球风闻名的白巧克力 也曾通过戴手套的方式来练习运球 第八位 姚明 水下阻力训练 姚明拥有非常出色的耐力 当他17岁进入CBA时 他能将3200米长跑 跑到13分16秒的成绩 对于一个身高2米26的巨人而言 这简直就是光速 相比之下 大陆另一边大内线周旗 只有13分38秒的成绩 在NBA生涯中 姚明也采用了独特的训练方法 他在水中进行阻力训练 腰间被阻力带缠绕 进行负重行走 水中的姚明宛若深海巨人 露出的头只是冰山一角 作为一名大前锋 姚明本身 瘦力面积就大 在水中跑个100米 更是极其困难 然而这种训练方式 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方式 并且水下的浮力 会使训练时膝盖的压力小很多 第七位 吉尔伯特·阿里纳斯 降落伞奔跑 作为一名 得分后卫 阿里纳斯主要注重锻炼速度和爆发力 他经常选择在空地上 背着降落伞进行长跑 增加奔跑过程中的阻力 采用过 如今库里也曾尝试过类似的训练 阿里纳斯甚至购买了一个高压氧仓 但并非用了吸氧 而是通过抽取部分室内氧气 让家里的空气达到雪山般稀薄 以锻炼身体的适应能力 在2007年休赛期 阿里纳斯身体状态稍有下滑 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在70天内投篮10万次三分球 平均每天投1440 并且创下了命中率96%的个人记录 第六位 沙奎奥尼尔 赤身训练 不少NBA巨星在训练中 都享有一定的特权 比如埃夫森生涯14年 从不练力量训练 罗德曼在职业生涯后期 不参加球队的正式训练 而选择自己登自行车锻炼 而奥尼尔则以别出心裁的方式著称 他发明了一种叫 赤身训练的训练方法 在胡人队效力时期 奥尼尔每隔几周 就会在更衣室的某个角落里 裸体出现 试图将队友或者教练组成员 绊倒在地 李克福克斯曾表示 有一次奥尼尔在全队训练前 一丝不惯的跑到球场中央 简直辣眼睛 这一幕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非常尔也曾表示 奥尼尔光着屁股到处找人抱抱 吓得我到处跑 第五位 尼古拉约基奇 拳击训练 一些球员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可避免的 会面临身材走样 和敏捷度下降的问题 最初 邓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特地聘请了格斗师傅 来教自己打拳 结果这种做法 竟然产生了反老还童的效果 在2021-22赛季 约基奇为了减重 也采用了拳击训练 他缠上拳带 戴上拳套 在教练的短裤挥舞下 不停的击打 随后 两人甚至开启了 更进一步的霍翁模式 作为一名七尺大汉 约基奇还是 没能抵挡出教练的一击重拳 直接退倒了好几步 憋出了内伤 接着轮到约基奇出手 他卯足了劲 重拳出击 但教练纹丝不动 只是大喊一声 脑痒痒 第四位 科比布莱恩特 666训练法 作为NBA第一训练狂人 科比拥有独特的训练方法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666训练法 即每周训练六天 每次六小时 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包括完成1000个 中距离投篮 和1000个三分投篮 第二阶段 是跳枪子训练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进行15组 杠铃举重 每组15次 第五阶段 做400个深蹲 第六阶段 做300个佛撑 这种高强度的魔鬼训练 对于普通人而言 简直就是噩梦 在活人三连冠期间 科比通常在早上 8点半的球馆 与教练组碰面 为之后的球队训练做准备 然而 每次当教练组 到达球馆时 都会发现 科比的车早已停在那里 因为科比通常在 清晨6点 就已经抵达球馆 不愿意牺牲比赛水平 也不想牺牲家庭时间 所以决定牺牲睡眠时间 有记者曾问科比 你为何如此成功 科比反问道 你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太阳了 虽然后面被晚年杀 证实科比只是在重要时期 才会凌晨起床训练 第三位 保罗乔治爬杀训练 在2017-18赛季 保罗乔治加盟雷霆后 他决心在休赛期 变身魔鬼筋肉人 目标是在保持爆发力的前提下 增加肌肉 为此乔治和训练师一起来到迈阿密的海滩 进行沙丘奔跑 训练师曾表示 尝试在沙丘上冲刺的感觉 能够让人崩溃 这种严酷的训练 通常是为NFL球员准备的 他可以锻炼大腿肌肉的爆发力和耐力 然而乔治决定和他们一起训练整个夏天 乔治还在训练中 佩戴一种几乎遮住整个脸的面罩 成为高地训练面罩 这个面罩可以限制空气的吸入 模拟高原集训效果 有效锻炼心肺能力 成倍提高训练质量 第二位 史蒂芬·库里 间歇性训练 2011年 库里曾在夏洛特参加了一项特殊的秘密训练 由专业神经认知效率研究训练师 布兰登·佩恩制定 这个特训项目 要求库里在全场范围内完成十次投篮 并在56秒内达到80%的命中率 否则就需要重新开始 关键在于在有效的时间内 做大范围的奔跑移动 并保持高命中率 库里仅经过一次教学就发现 这个项目和他的技术风格简直是绝配 之后 佩恩成为了库里的私人训练师 两人合作至今 库里年过三选之后 佩恩为他开发了一项全新的训练法 间歇性训练 这种训练通过快慢结合的方式 增加心血管运行效率 进一步增强了库里的耐力优势 通常情况下 库里会进行15分钟的激活训练 使用各种器材刺激肌肉 然后进行弹力带抗阻力运动 最后练习控球 并在行进中完成终结 这个过程必须全速进行 休赛期库里一周训练四天 其中两天是快节奏高强度训练 另外两天的训练更强调 保量不保持 在投篮训练中 库里每天要投中500个球 他曾连续命中77个三分 而在命中率最高时 三分球摆投94中 他最喜欢的一项训练是 敏捷反应训练 他会戴上透光度极低的墨镜 在单手运球时 用另一手抛出和接触网球 以训练反应和运球的专注度 这种墨镜就像相机的快门一样 以不同频率不断打开关闭 通过调整眼睛上的开关 来控制左右镜片的闭合频率 以带来更大的干扰 第一位勒布朗詹姆斯上健身课 自詹姆斯进入联盟以来 他一直以最高的训练标准要求自己 这也是他能够保持多年巅峰状态的原因之一 2019年当詹姆斯迎来35岁生日时 许多人以为他会放松一天 然而詹姆斯却在早上更新了社交媒体并配文 训练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在训练方面 詹姆斯的训练方法多种多样 他曾经尝试过拖轮胎 拉小机车 带高地面罩跑步 甚至在瑜伽球上举重 他透露他非常喜欢参加各种健身课程 来保持身体素质 他最喜欢的课程之一是 极限全身攀爬机训练 其中包括下肢台阶机 上肢攀爬机和两种有氧训练 这种健身课程目前在洛杉矶非常流行 此外詹姆斯还喜欢普拉提和动感单车 即使在休赛期 他每周仍坚持训练五天 以准备新赛季 在常规赛期间 詹姆斯每周都会进行七天的训练 每天都必须打球 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